大家好,我是Stan 听很多网友们说 最近在华语圈网上 女爱豆们在视讯牵手 被粉丝们要求所谓的掐搏舞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争议 今天在韩国论坛也开始讨论了这个话题 今天一位网友在论坛发布了标题为 在中国的视讯牵手 遭受XXX的女爱豆们的影片 这位网友表示 最近在网上不是流行了科姆三舞蹈吗 和那个一样 最近在中国流行掐搏舞 就是掐着脖子打女人巴掌的舞蹈 华语圈网友们也说 这是有暴力甚至有XXX的含义 不知道该怎么说明 直接看一下下面的影片 这个真的在流行吗 真的很恶心吧 女爱豆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粉丝要求 所以就很努力的做了 如果知道是什么意思 应该就不会做了吧 更让人荒谬的是 他们在影片上 孵上了禁欲戏 想被哥哥删吗 这样的字幕 在更多爱豆做这个之前 希望所属公司能阻挡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流行 而且作为粉丝 还想要自己的爱豆做那种事 脑子真的正常吗 为什么要花钱 让自己喜欢的艺人做那种事 真正让人心痛的是 爱豆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才做的 如果知道了 肯定会拒绝 不过 能让自己的爱豆 做这个的疯子们 如果遭到拒绝 可能就会造谣 韩国爱豆无视中国粉丝了吧 看来得阻止中国的视讯签售了 这算什么粉丝 我家爱豆也遭殃了 是吧 是中国的粉丝们 透过推特告诉我们 呼吁要保护艺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粉丝们也正在呼吁 不要做这种事 正在分享这个讯息 真的让人想吐 这根本是侮辱女性的动作 不会有女生们知道 是什么意思还会去做吧 这是什么变态流行啊 可能经纪公司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让爱豆们做这种事情的人 真的太低俗了 希望这件事能让更多人知道 也让各个所属公司都知道 对于粉丝们要求爱豆做 掐补舞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是爱豆 能忍受还是不能忍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甚至嘴里飞进一只鹅的机口 所以大家是爱豆的话 在舞台上能忍受这些情况吗 不关心不吝点赞 订阅 什么是不正确的 但是且不容易 快点看 是不自由的 百分之讯 他都不适 你能听话